2024年的11月 我送了一個台灣旅行給自己休息 第一站我來到漫步調的台中 在這裡吃了很多好東西 按摩甚至去彩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我現在已經來到台中了 決定來跟大家做一個民族的room tour 一進來就已經可以看到房間的全貌 位置都很寬敞 廁所的部分 很乾淨的 基本上要提供的東西 他們都有提供 拖鞋、牙刷牙杯、充滿液、毛巾 這些都有 而且我覺得整間民宿的設計 是有點文青的感覺 一晚的價錢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也很接近中間的核心雙圈 大家也知道台中如果沒有開車的話 很細卡無黑 但是這裡的地理位置都很方便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info box 如果大家對這個民宿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按進去訂 我今天的妝 底妝真的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我是用什麼底妝去看我的影片 出發去吃東西 這次會是我的第五次獨遊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們出發 到部的第一餐去了魚日內人 吃他的炸蛋滷肉飯 很好吃 一定要加冬串醬 是偏向肥一點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吃很肥的滷肉飯 肥得剛剛好 可能因為炸過蛋 再加上肥得剛剛好的滷肉 還有它的汁 所以總括來說 我是非常推薦的 現在我就去按腳 台中的交通 讓我想像中要不方便 因為我有來過台中 但是很久很久很小的時候 為了掃走我在香港的疲勞感 所以我就找了一間24小時的按摩店 一來到會選擇了不同公客的竹湯 之後就會有人過來幫你按摩 我這次選擇的方案 除了按肩頸之外 他還有幫我按頭和手 現在已經按軟了 威名筋 整個人都震了 因為我最近剪片剪到的筋很硬 所以我就選了肩頸的 和足底肉 但其實他除了肩頸之外 剛才你們也看到 手和腳都有幫我按摩 所以我覺得這800塊台幣是超級值 也挺大的 我就是walk-in進來的 上都入位的 但是客人也挺多 就是圓圓不絕 這樣 太舒服了 洗走了我這個月的疲倦 我現在有點衝動 想之後那幾天都過來按摩 第二天一大早去吃早餐 來到這個鬍媽媽蛋餅 叫了一個培根蛋餅來開啟我新的一天 我在香港也挺經常吃蛋餅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蛋餅 但是我來到台灣 基本上就只會吃一些古早味的蛋餅 因為在香港比較難吃到一些 就是皮是軟軟的 吃下去很韌韌很動油的感覺 皮真的很好吃 現在來到台中的高鐵火車站 帶大家去一個很棒的地方 這個火車站每個週末都有市集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 在平日來的話 其實都有一些值得逛逛的地方 舊台中火車站依然保留了很多當時的設施 例如在一些站牌、路軌、甚至是以前的列車 而這些列車現在已經改建成一些小商店 所以在裡面是可以找到很多充滿堂安感的小物 我個人認為是很適合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個人認為是很適合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甚至這邊也有一些定期的小展覽 我個人認為是很適合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裡拍照和逛逛的地方 在這附近走得差不多 帶大家進去重頭戲 就是來這裡那間咖啡店 都是由以前的火車改建而設 所以裡面拍照應該會挺漂亮 Let's go 我剛剛跟一個新式的朋友喝完咖啡 我還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現在我搭了巴士來附近2024年新開幕的一個新地標 就是這個國家漫畫博物館 這裡是不用門票的 如果你是漫畫迷 或者你小時候很喜歡看漫畫的話 你來這裡應該會找到很多的活憶 然後我就來到這個MMB的服飾店 這間店主打一個韓系甜浩峰 我就試穿了一件皮褲 一看這個價格真的累了 這間店的CP值我覺得是挺高的 非常推薦大家來逛逛 輕微Y2K的風格 你一定要在這間逛逛 這杯很好喝 剛剛去完這個玉魚阿姨買內衣 它是我台灣最喜歡的一個內衣品牌 所以每次去台灣我都會買 雖然現在一抽二冷 但我們繼續去我們的下一個地點 中間這裡也挺長的 有很多東西可以走的 泰式打拋豬雞蛋加芝士 很脆啊它的皮 真的打拋豬肉超推薦的 因為它有點辣 晚餐我就來吃一人火鍋 熬了一個辣氣絲牛肉鍋 老實說我覺得它最好吃的是麵 一人一鍋 所以大家自己一個人過來吃都OK 沒有問題 但其他的配菜真的一般般 早晨啊大家 現在來吃這個火鍋肉飯 好像在哪裡吃過的味道 很好吃的很好吃的 那些火鍋肉呢 很嫩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甜甜的汁 和麵包蛋 整件事是超級襯的 很熟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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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走進去這個沈繼新村 所以我喝了一個最複雜的咖啡 這樣是我喝了一個最複雜的咖啡 這裡真的有很多很特別的豆 還有咖啡品種 如果大家很喜歡喝咖啡的話 可以過來這間道試一下 我現在就是新光三月了 我就買了一點點東西 Shopping 完之後就可以吃點東西 補充一下體力 我點了一個麻辣撥麵 就是這裡最出名的食物 我都見大家Google的評論說很好吃 所以我就點了那個 這裡的飲料和雪糕都是免費的 這是麻辣麵 謝謝 謝謝 很好吃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人們會說它是來台中一定要吃的麻辣麵 我點了一個牛筋丸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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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之後我就決定去柴爾那裡 因為走過去的這條街就是馮甲夜市 但是感覺跟我很多年前來的感覺很不一樣 我覺得好像小了很多 而且貴了很多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年的台北Vlog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我去柴爾 這次來到台中也不例外 我也找到了一間 挺不錯的柴爾店 還有這個面部的刮沙 來到第一步會先選精油 然後治療師會幫你檢查你的耳朵狀況 你的耳道性質算是比較符合性一點 稍微有一片油性一點點多 接下來才會進入柴爾的步驟 這次我還同時做了一個面部撥根的療程 整個過程是舒服到我睡著了 體驗完畢之後 他還會有夜晚和小點心 是讓我們休息一下的 嗨 剛才被我發現了一件事 這裡可以用香港的電話 也可以叫做Food Panda 所以我叫了一個外賣 協力旺香雞扒 換了一間酒店 這間酒店是一個日式的風格 這間有拍攝分享的 大家可以去我的IG看看 這間酒店是雞扒 叫它幫我切的 還有甜不辣 沒有我想像這麼鹹 這間就是雞扒 炸的皮是偏薄一點 我喜歡這種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太厚 有時候會吃起來有點粉粉的感覺 這個不怕 我比10分滿分也有8.5 它的雞肉我覺得不是超級嫩滑 但是在可接受的範圍裡面 因為老實說 吃雞扒 都是這種雞肉的質素 我最主要很喜歡它的炸皮 而且都算多汁 不會很粗 我已經在化妝了 我發現了一件很大的東西 所以立刻拍攝機 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看我這個Jawline 我沒有shading 大家 我還沒shading 我還在化底妝 然後這個Jawline 我昨天做完那個面部撥筋之後 我今早化妝 我就看到自己的Jawline很粗 出到 我想不用shading也可以 這間魚吃土蛋餅特別的地方 在於它的餅皮有很多選擇 除了酥皮和粉漿之外 還有我還沒見過的脆糖 當然 我就點了這個脆糖蛋餅 我明白為什麼叫脆糖蛋餅 皮是脆和甜甜的 吃下去的皮是偏乾的 因為它做得很脆的感覺 就是要做得乾一點才會有脆的感覺 就視乎大家喜歡吃哪種 它裡面的料和餡是好吃的 看到這裡的大家會有些好奇 為什麼我來台中沒有去過 日月潭高尾濕地這些地方 因為我以前來台中的時候已經去過 我就特別想再去一次 而且這個地方是偏遠一點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包車過去 這裡有點像我之前去韓國泉州 我不是有去過一個類似90年代的物品 這裡有點像台灣版本 充電源泊 這間cafe是一中街附近的 如果大家走到累想坐一下 超級推薦 之後因為我想吃冰粉 所以就找了一間叫莊董粉行的店 不知道為什麼吃到來台灣 你好像一定要吃冰粉 什麼粉圓那些東西 應該不是西瓜的時節 但是它的西瓜 OK 都吃到淡淡的 那種古早紅糖的味道 但不泡得太甜 啊 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放到我的腳架 然後可以吃 哇 吃啊 很尷尬 裡面很韌韌 然後呢 外面的皮就是油炸過的 這個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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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尷尬 就是在這裡 後面很多人走過 買了這個鹹水雞回來啦 這麼不給我竹籤的 什麼事 買了雞腿肉 它不算是很鹹 比較淡口味一點 但是如果想吃鹹水雞的話 這間也可以 那現在呢 我就差不多要洗澡了 因為我要做assignment 台中vlog就來到這裡了 明天呢 我就會去台南的 所以就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去看我的台南vlog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